零妖 时光匆匆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们 也卡在了五十岁的关口上 有人已经五十多岁了 有人正在奔赴五十岁 有人刚好五十岁 诗人杜甫说过 年过半百不称义 明日看云还丈里 在古代 过了五十岁的人 就要准备一根拐杖了 现在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 也长寿了 但是不得不服老 不要总以为 自己还是那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小伙子 学会未雨绸缪 才能从容自由 你要抱着这样的想法 得知我性 不得我命 后半生 边走边扔 顺坡走路 零二 第一 扔掉回故乡养老的想法 随遇而安 小时候的我们 多半和泥土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卷起裤脚 走进水田 低下头 扯央苗 插央 拿起锄头 松土 种菜 走进稻田里 弯腰割稻子 光着脚 挑起一袋骨子 往事一幕幕 令人心酸 小时候很苦的事情 到了现在 反而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因为在农村的童年 是无忧无虑的 是城里找不到的 远走他乡 我们真的很累了 如果可以 回到故乡 吹一吹晚风 看云朵慢慢变成云彩 天边升起月亮 还有星辰 有狗在身边 摇晃着头和尾巴 鸭子归巢了 变得安静了 偶尔听到一声 嘎如音乐一样 当你我都老了 去故乡养老吧 这样的想法 我们都有 但是不得不承认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父母走了 故乡也回不去了 山水依旧在 只是工作难找 养老的条件 也不够好 也许你在故乡 建了新房 但多半是锁着的 一栋房子 一块土地 是不足以改变命运了 连你的后半生 也容不下 有道是 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五十岁之后 我们的儿女长大了 因此养老的问题 也要迁就他们 也许 儿女们继续漂泊 因此 你也不得不跟随 此心安处是无乡 你可以思念故乡 但是要忍一忍 不要流泪 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漂泊太久 也在异地扎根了 零三 第二 扔掉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期待 接受儿女的平凡 小时候 我们走进学校 拿起书本 老师说 好好读书 你就是山窝里 飞出去的金凤凰 读书是跳出 农门的最佳办法 也是成本最低的办法 可是 大部分的人 都不能如愿以偿 比方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考上了中专 就能够分配工作 但是一所初中理 一届学生 只能有几个人 能够考得上 当我们走出校门之后 不甘心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因此我们背着行囊 坐上了去远方的火车 打工的日子 不好过 歌手陈欣唱道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 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没有一个家 冬天的风 夹着雪花 把我的泪吹下 年轻的我们 总是谈起打工的幸福滋味 其实 内心深处 我们都明白 走到外地 就变成了寒泪奔跑的人 因为我们吃了很多的苦 因此不愿意让儿女们受苦 我们希望 通过两代人的努力 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 儿女们却常常不争气 50岁的时候 儿女也成年了 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放松自己 接受儿女的平凡 以后的路 能否走得顺 是不是有出息 父母要帮助 但是无法左右 从现实角度来看 父母健健康康 养老不要儿女操心 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 对于儿女的期望值降低了 你反而会活得更好 没有了怨气 不会与儿女争吵 要懂得 没有太大出息的儿女 还能有更多的时间 关照父母 也是一件好事 人个有志 不要强求 不要看不惯 04 第三 扔掉对繁华生活的向往 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太多的人 都想去北上广深吧 如果不是这样 这几座城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了 我们拼尽全力 从农村走出去 但是能走多远 已经有了定数 大部分的人 都考虑在县城安家 因为在大城市 需要金钱作为支持 我们是做不到的 认真想一想 只要心里有一座城 何处不是车水马龙 很多时候 我们要退而求其次 不要认为后半生 还能大计晚成 毕竟 可以在老年时发大财的人 属于凤毛麟角 作为举例说明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依葫芦画瓢 小夫人里写道 时间可以吞噬一切 但它丝毫不能减少的 是你伟大的思想 你的幽默 你的善良 还有你的勇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也有了白发 有了皱纹 不要总是仗剑走天涯 要双脚走路 做一个接地气的人 走过繁华 看过远方 总是要一步一步走回来的 与其瞎折腾 不如接受命运的安排 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身体 工作 家庭等 合理安排退路 你就能后半生无忧了 05 路由睡 当时起料如今 慢一世无成双变亲 人生一世 少年豪情壮志 中年居服于生活 老年狗言残喘 任何年纪 都是泥沙俱下的 总有太多的人 空有一腔热血 却是一事无成 可是谁能说得清 是失败 还是成功呢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就应该享受命运的安排 无法把握的 就扔了吧 痛苦 本来就是一捧沙 你握得越紧 越痛苦 撒了 就不见踪影了 既然人生不会一瞬到底 那就把心情捋顺吧 学会退而解往 才有收获别样的幸福 关注我的文字 走进你的心灵